紧急超市爆發了鼠背橫行 不只是營到口有被老鼠咬過的痕跡 架上周邊又有蟑螂糞便 超市業者回應對消費者很抱歉 已經緊急做了相關處理 不會再讓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一分鐘看世界帶來關心道 北韓在16號早晨再度向東海 發射了兩枚短程飛彈 另外,針對文在寅期盼在2045年實現兩韓統一 北韓官方回應是可笑之言 美國總統川普疑似想要擴增美國領土 傳出他在多種場合中 多次表示想要買下世界最大的格陵南島 並且幕僚研究實行的可能性 而外媒報導 澳洲受到干旱影響 導致羊群羊毛產量降低 再加上美中貿易戰的衝擊 澳洲羊毛產業陷入危機 歐美研究團隊近來在基地採集發現 水中含有大量的塑膠微粒 認為這些微粒不僅是存在海洋 還會透過空氣散播並隨著下雪掉落 稍後也請持續鎖定 還允新聞 再來看到意外的消息 新北市新店凌晨發生了死亡車禍 一名82歲的料姓老翁要穿越馬路回到住家 遭到酒駕的郭姓駕駛撞飛當場血流如注 雖然熱心的民眾趕緊過來幫忙 不過老翁送醫之後傷重不治 而詹氏駕駛在晴晚跟朋友在台北喝酒到凌晨 勉強開車回家 酒測值高達0.76 不過死者當時也沒有遵循耗制 趙氏責任還有待釐情 昨天是中原普渡新莊兼宮廟舉辦普渡活動 一名71歲的烈性老翁跟朋友忙了一天 初步返家途中 經過捷運站旁遭到休旅車撞上傷重不治 警方調查趙氏的駕駛是一名20歲的男大生 雖然沒有酒駕 不過在暑假期間因為連續三天不停的練社團 導致精神不計疲勞駕駛闖下大火 時代力量爆發出走潮 先是立委臨場所退黨 邱顯智辭去的黨主席 立委洪慈庸最後也宣布 因為黨內路線不合退出時代力量 這一波退黨潮影響之大 讓實力北市立委參選人陳宇凡 發文點名自家立委黃國昌 必須要負起最大責任 自家人打自家人 時代力量現在面臨分崩離席 繼續大家看到香港民眾 今年起一連三天再度走上街頭示威 目前已經有多達29國對香港發布旅遊警示 美國總統川普則說不希望看到殘暴鎮壓 川普還向習近平献祭 說習近平如果接見香港的抗議者 15分鐘就解決香港問題了 香港抗爭活動進行超過兩個月 不少議員也出面表態 武打明星成龍就接受了央視訪問 表示自己就是愛國的獲奇手 引起網路討論 上個月足球巨星C羅 到南韓進行表演賽 但是C羅當天沒有出賽 引發許多南韓球迷不滿 於是有位南韓球迷日前是專程飛往瑞典 當面質問C羅為什麼不出賽 並拍下所有的過程 影片上傳之後 先請南韓球迷高度熱議 一分鐘看大陸馬上給您最熱門的交點話題 香港議題最近是淋履登上了新浪微博熱搜 以16號上午為例 前10條熱搜當中就有4條跟香港有關 香港首富李嘉誠 16號以一個香港市民的身份 在多家報章刊登廣告 首次針對反送中事件表態 呼籲情緒暴力 一名法國籍的高樓攀登玩家 16號攀登上香港移動摩丁大樓 並將一幅象徵中國及香港握手和平的旗幟 懸掛牆上 而針對近期發生的亞馬遜平台出售港獨七水事件 亞馬遜首度回應 公司一貫認可並尊重一國兩制原則 稍待會也請持續鎖定環宇新聞 歡迎您持續鎖定環宇新聞 我是黃文維 馬上要帶您來關心天氣消息 受到西南風影響 彰化16號晚間下起的大雷雨 導致多處傳出災情 陸崗有一處民宅不提大雨 屋頂塌陷 花壇張圓路的水 甚至是淹到了膝蓋高 彰化市的明山路地下道也緊急封閉 還有土石淋流衝進了家門 當地民眾說 這是20年來遇到最嚴重的淹水災情 我們在這裡有多久的天啊 我們在這裏中 並不是說 如果我可以留下 我們在那邊的水災情 也會不會走 那邊的水災情 我們在碰到水災情